大家好 我是叶班长 又来报道了 最近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在香港 澳门 深圳 厦门是刮起了一股寒流 媒体追的鞋子都快跑掉了 但是有人说寒流在岛内已经退烧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上个周末台湾岛内举行了一场民意代表的补选 选前国民党是非常的自信 觉得坐二望四是稳稳的 结果四个席次当中国民党竟然只拿到了彰化这一席 一夜之间台湾媒体上的选前对于寒流影响力铺天盖地的鼓吹都不见了 变成了寒流退潮神话破灭的新闻 说起来这场选举实在是很小 谁赢谁输都影响不了两岸关系的大局 真正奇怪的就是班长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 跟寒流有关的一些怪现象 去年11月24号的九合一选举 大家都还有一点印象了 韩国瑜是横空出世 寒流席卷全台 疲软的国民党仿佛一夜之间有了一个非主流的齐天大圣 不仅能打 而且还是个暴脾气 国民党内的各路神仙 面对抵挡一切的寒流 明里暗里打的都是借东风的主意 寒大圣虽好 但是终有高雄牵绊 忠义不能两拳 不如好风平借力送我上青云 由我来代表国民党扛起2020的大旗吧 于是肉眼可见 春节过后 朱立伦 王金平和吴敦义不是忙着宣布参选 就是忙着谋算参选 互相较劲 拳打脚踢 谁都没把民进党放在眼里 那架势啊 活像有了韩国瑜这尊吉祥物啊 2020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大卫 已经是国民党自家的白菜 就看清朝还是促溜了 问题是韩国瑜真的是块砖放到哪里都能盖出万里长城吗 最近啊 已经有不少同学给班长留言提出这个问题了 看来大家都抓到了重点 这波一场明代的补选就给国民党劈头盖脸的浇了一盘冷水 班长还是要说民进党的基本盘并没有崩溃 再加上蔡当局选前的恐吓牌 又给死中的选民打了一管鸡血 结果就是韩国瑜这道定魂服力道好像显得不够 独派的势力呢 就此就诈尸了 对于这个选举结果啊 台湾媒体习惯上呢是跟红顶白 韩流这个鼎盛的时候说席卷全台 现在呢又开始鼓吹韩流退潮了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啊 压根就没料到还有韩流攻不下来的地方 一时间都有点懵了 不过这些政治精算师们在短暂的混乱之后呢 迅速的调整了心态 对于参选2020呢也不再高歌猛进 一时之间都谨慎低调了起来 原本对于韩国瑜参选2020 心不甘又情不愿又不能明着反对的憋屈心态啊 也忽然变成了有王牌不打很蠢的正义口径 看到这里啊 同学们是不是为台湾政治人物这种精妙的变脸术 是感到叹为观止了 其实这种有好处我来送死你去的权谋逻辑啊 每次选举都是如出一辙 2016年选举时国民党的换柱操作 大家应该都还没有忘记吧 今年的戏码呢也是换汤不换药 只不过是变成了党汗还是拱汗的问题 从前啊台湾民意过山车时间周期是四年 后来蔡英文上台呢变成了两年 到如今似乎只剩下三个月了 政治人物就在这越来越短的民意大钟摆里头 孜孜不倦地算计着自己的利益 认为一个人可以挽救整个国民党的幻想 可以破灭了 希望与几个非典型政治明星的期待 也是进花水月一场空啊 在这种鬼打墙一般的选举政治里面 台湾社会的一切活力和能量 都只能沦为政治人物野心和欲望的陪葬 好 今天节目就这样 我是野班长 我们下次见